因为近日都看到不少文章 看好A股的表现 看好明年因为见到 比如放水或者跟外围的市况 放水收水的步伐 好像有些相反的情况 会不会说未来的资金 都会流入A股呢 如果真的他是这样估计的 你会觉得应该买内险 因为内险就是拿他们那些保险 收到那些保险金 去投资来从而赚取一个利润 还是说都是简单点 买一些A股的ETF 你会觉得是比较直接 Bendy真是知我心意 当然是买A股的ETF 你始终内险股 最近有很多选择 是的 最新出了一只叫做 大摩互联互通的指数 出了两只ETF 我认识的 一只是2839 那只是华夏出的 另外一只3003 南方东英那边出的 大家都是估计同一个指数 反而你买这只看好A股的话 我就建议这只做更好 因为这两只的话 它主要都是看着 我没记错是11个行业的龙头股 就是 你变成会反映到整个内地的经济 而且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些 2823、222那些会比较侧重在金融或消费那些 这个是打散了 可以做一个部署的 所以变成会吃到整个内地经济复苏的浪 你说内险股 以往是的 但也算是反映到A股 但始终营运上 你有一个营运的风险 你好像平保那样 是的 可能有投资之类的 但原来它在政策上 可能我某些资产 我是要帮忙接坐的 你看到它的股价可以从100元到最低 50元都穿过 你就知道 可能在营运上有个风险的时候 你看好A股市场的 你不如选择ETF会比较好一点 好 再回到最基本 你也是看好明年A股市场的 我想at least不会太差 你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了20几次的稳字 不论20几次还是30几次 稳字当头 我又觉得因为今年的炸弹 都炸得挺厉害的 很多不同的板块行业 都有监管 或者不同的转变 令到股价 或者整个结构都已经跌下来了 我想 来到这个时刻 是不是都应该要稳稳一点 不会再调教得那么厉害 又或者你见到年底的时候 都开始有些放水的行动 相对来说 我觉得明年应该会看好一点 而且也听回来 不少有些钱开始在部署 去买A股相关的产品 或者不同的一些行业 我觉得相对来说 直播率比较高一点 你刚才说的是外资基金 就是要买A股 对 回到A股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外资基金 一些Smart Money 大家都叫做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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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